大家好,我是向妈 今天和大家分享电饼称食谱 能够轻松搞定各种早餐 第一种,一个馒头,加入两个鸡蛋 再倒入适量的盐和牛奶 给它抓粘成面糊状 锅底抹油,倒入面糊摊开 先烙五分钟定型 然后再刷上番茄酱,芝士碎 还有青红胶圈,火腿 再烙五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简单的披萨就搞定了 家里剩下来的馒头试一下这个做法 小朋友真的超级喜欢 第二种,酱香饼的简单做法 和好的面团刷油,擀大擀薄 切割成七等份 最后一份是要大块的 叠起来能够全部覆盖 像这样子包裹紧实 擀成饼状,擀薄一点 放入电饼称里面,刷上食用油 烙上六七分钟 鼓起来表面刷上辣酱 撒上芝麻和葱花 再烙五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做法简单又方便 特别适合在家里面做 我用的是烫面团 所以放凉了它也不会硬的 外皮酥脆,里面层次又多 口感柔软 喜欢吃酱香饼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第三种 这个馅料我是猪肉和虾肉一起剁的 整个口感就是又鲜又嫩 加上屏幕上方所有的调料 给它拌均匀就可以了 最后往一个方向搅打一会儿 这样肉馅更加紧实 不容易松散 这里我直接用的是饺子皮 给它包起来 一个小笼包就制作完成了 特别的迷你 放入电饼称里面刷油 煎上一会儿 倒入水淀粉 盖上盖子 焖六七分钟 水分减少 焖得差不多就熟了 撒上葱花和芝麻增香 皮薄馅多 锅脆又香又好吃 饺子皮生煎包也就搞定了 第四种 鸡蛋加盐 葱花 牛奶 还有面粉 搅拌均匀以后 倒入芝麻和食用油 这个饼咸甜都可以 喜欢吃甜的就放糖 倒入电饼称以后摊开 烙两分钟 翻面 柔软又好吃的鸡蛋饼就搞定了 真的非常的简单 一般早餐赶时间 这个饼就是我的首选 里面还可以加各种蔬菜 胡萝卜 营养又好吃 最主要是它放很久 都是这种软软的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的 这四种非常简单 又好吃的电饼称美食 如果喜欢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哦 这种软软的平均匀 就在这种软软的软软 也在这种软软的软软 在这种软软软的软软